为何日本歌手能在中国大火捞金 因为内宇的歌手实在太垃圾了 如果这段时间大火的临时抱佛脚和雪distance 那是听一遍就会让人怀疑人生的程度 一个能收获无数少女的喜爱 大放爵子自己是内宇第一 另个能在舞台演出还赢了比赛 可想而知现在华语乐坛的水平 其次是某些歌真的不好听 但你还不能说 一说就会被网友粉丝围攻 如浪姐次舞台谢娜的几场表演 波罗波罗蜜像是儿歌 龙泉又被改编得不伦不类 以至于粉丝都没地方夸 但网友就是不能批评 波罗波罗蜜赢了极乐净土以后 有网友质疑浪姐是不是有黑幕啊 结果某粉丝就狂喷网友 不是说不喜欢中国偶像 就是罕见 就是说二次元不懂音乐审美 只配听日文歌 这就让网友很不爽 齐了逆反心理才会疯狂追捧美伊利亚 其次是人家的实力是真的超强 开个演唱会唱跳期八个小时 全开麦还能保持不跑掉 来中国表演半个月 就能用中文唱完一首《花海》 光业务水平跟这个敬业水平 就已经秒杀一众内娱明星了 以至于美伊利亚被扔到二人组合 大伙的艺人直接不跟他比 像美伊利亚这种水平的歌手 在日本跟蟑螂一样多遍地都是 你随便找一个小偶像 哪怕都街头艺人网红他都能全开麦跳舞 那些大伙的艺人更是出一首歌 就被内娱拿去改编 不说最近的起封了父亲老男孩 光中岛美雪唱的五百多首歌 有三百多首都被国内拿走抄袭 要不是碍于日本身份 还有周杰伦 林俊杰 王心灵 陈一逊 这些歌手早在中国杀穿华语乐坛了 而如今美伊利亚开了先例 让他们知道日本歌手也能在中国红 怕不是过段时间就有一大批日本艺人 在中国捞金二次就业 鬼知道就现在的华语乐坛 能不能抗住人家的音乐入侵 这一季展现出了比前两季还要更好的状态 播放量和讨论度的提升 甚至有点像第一季的风头 浪姐的人气依旧十分火爆 在节目中 许多观众因为姐姐们的表现争得不可开交 其中 徐怀玉的表现可能会推动她走向黑马之路 虽然在节目播出之前 徐怀玉曾被看好作为翻红的姐姐 但在一次公演结束后 有网友爆料称徐怀玉滑水 许多人认为她浪费了翻红的机会 再加上一次公演播出后 节目将徐怀玉的近景几乎都剪掉了 许多人认为她难以再次翻红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徐怀玉很有可能抱着一个黑马的策略 等待后续的反转表现 根据龚琳娜最近的动态透露 她表示徐怀玉状态不错 训练也很认真 可能会在后面的公演中表现出色 毕竟徐怀玉的唱功没问题 多练习舞蹈也是很容易上手的 与此相反的是 徐怀玉的队友贾静文的人气 并没有太大的增幅 甚至还呈下降趋势 贾静文作为第一届宅男女神 虽然知名度很高 在节目播出之前也是受欢迎的姐姐之一 但是由于节目观众和宅男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许多女性观众好像并不在意贾静文 从目前的热度和讨论来看 贾静文的表现甚至不如一次公演时滑水的徐怀玉 再加上贾静文本身的唱跳实力确实不够 除了用心努力以外 缺少被观众认可的亮点 张嘉宁也有相同的问题 虽然在节目开播之前 被认为是节目的门面担当和颜值姐姐 但唱跳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此外 像孙岳 居英等老牌 依然因为缺少粉丝的支持 在节目中的表现也没有太多亮点 缺乏话题度 网络人气表现也一直保持平淡 而本期节目前后人气变化最大的则是美伊利亚 她的初舞台表演吸引了二次元群体 人气迅速窜声 美伊利亚并没有过多的劣势 反而凭借着自身的特色和风格 赢得了更多粉丝的支持 她在节目中的表现也受到了导师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 本季节目中还有一些备受关注的姐姐 比如蔡绍芬 竹竹 卢靖山等 这些姐姐在节目中的表现各有特点 虽然有些人气不如预期 但是仍有很大的潜力和可能性 总的来说 近年来中国选秀节目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选择合适的姐姐成为了制作方需要面对的难题 浪姐四在节目内容和制作上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和姐姐参与其中 相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一些姐姐会继续脱颖而出 成为节目的焦点和人气担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